中国家庭教育协定会的座谈会 需要理事长黄又兰主持 司法官训练所所长张宇顶 首先发表了意见 他说 按照我国的践刑法 坐胎是犯法的 他个人主张避孕而不赞成坐胎 宜兵书记主教也在会上致辞 他表示 坐胎是杀人的行为 违反了我国传统的伦理道德 所以站在道德和宗教的立场 他都反对坐胎 参加今天所谈的专家学者 还有王宋瑞、苏子川等人